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康老师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声乐终极第26讲 今天我们的艺术作品是《那就是我》 这首歌曲在各大音乐学院里面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 它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首歌曲 那我们现在就一同来学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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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首歌是非常缓慢的 开始的地方它是有一些 类似于散拍子一样一个抒情在里面 那唱好这样的歌曲呢 首先第一点 特别是前面 我撕裂 那个地方有点换气 但是这里切记 声断 气 不要断 还有你的呼吸的时候你开始吸气 喉咙一定要打开 我 你要放在你的 这个腔体当中 你吸气那个状态来唱这首歌 你看 我撕裂 你看 我撕裂 我撕裂 有吸气 你吸的时候呢 下面狠隔膜保持 就是吸口線 我撕裂 你看, 再静止 故乡的小河 吸气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不要动 不要断它横格膜 故乡的小河 一定记得是 你横格膜去推它 不要 用这里去推 好 往下 还有河边只只唱歌的水墨 整个一句子里面呢 中间不要换气 整个都是在这气息横格膜 去控制它 好 接下来是述说 欧妈妈 欧妈妈 那个欧呢 就是一个语气弹词 欧妈妈 那个欧 欧妈妈 那个欧它不是中音 关键是在后面的妈妈 你的欧的声 欧 欧 要放下来 后头 其他腔体打开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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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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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注意点呢 就是它的重音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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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四四拍子 它里面呢 就是一个强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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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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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又是重音 然后再往下 想你微笑 微笑 你把重音放在笑声的地方 微笑 那就是我 就字呢也是重音 后面也这样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我字呢,也放重音 好,第二段 一样的 你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猴头打开 我撕裂 互相的 炊烟 一样的和第一段的处理 还有小路上 赶紧的 牛车 去说 哦妈妈 如果有一只树笛 向你吹响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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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里开始要进入副歌部分 就是它的气息 你的横格膜呢,逐渐的 位置还是放在那个位置 就是它气息稍微再逐渐加一点加一点 都记得 你 都记得 你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 你的头腔共鸣一定要预备好 口腔的位置呢,一定要做好 随时保持打哈线吸气的状态 你上高音呢,你这样才能够更方便 好 好,记得你横格膜一旦保持 往两边的去用这个力量 我撕裂 我撕裂 我相的云与火 还有沙滩上美丽的海龙 这个地方呢 我撕裂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 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 是大部分人的换身区 那在换身区的时候呢 我们的口腔 这个地方你所打到 这个哼鸣的位置应该是更高 那我们在我们自然身躯的时候呢 就是在我们的牙齿 上齿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上颚的地方 你打那个声音呢 那个力量也在集中在那里自然身躯 但是一到这个换身区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尽量往你的头腔里面 一定要往你上面 蹬下去打开这个 再往下 深情的 记得横格膜一定是你下面的 而且这个高音 一到高音的时候不要去推它 高音呢就是顺着走 一般如 越来越去加强很多很多的声音 因为你一加强声音呢 高音那个位置容易变化 你就呢均衡的用这个力量就好 好我们接着往下 好 好 这是比较快呢 这个节奏一定要非常稳 不要太快 太快了 你一样 你一样有节奏 如果有一夜风帆向你 是来 很顺很顺的 在拍子里面去完成它 好 一定是高音 你的上额呢 还保护你的吸气状态 越到高音 那个地方把那个字 如果有一夜风帆向你 因为这很快 由不得你非常慢 如果有一夜 他一定要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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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字字头字符 完全就说出来 很快 抓住这个音 然后高腔位置 多想一下 吸气 打开喉咙 边唱边吸的感觉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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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句怎么唱呢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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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呢 千万不要去推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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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用力量 不需要 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切记 就是你横隔膜这个地方 控制在那里 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说 声断 气 不要断 所以你的横隔膜 老是 还是要绷紧在那地方 一定要记得 以上高音部分 一定 那个 音量不要去追求 很大的去撑它 而且你唱高音的时候 越唱高音 越唱高音 应该是减弱的感觉 不是健强的用气息 而是减弱 减弱 逐渐的 渐渐弱下来 就是你的气息 那个力量用的 就保持 甚至于唱到高音的时候 再收点力量 在那里唱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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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继续再往接下最后的一段 我 我思念 无相的明月 位置不要跌 后名位置一定不要掉 还有青山影在水中滴到尾影 无限的思念 噢妈妈 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很深情的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很深深的叹气这个地方 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 控制 那就是我 墙体要打开 那就是我 进入最后 高唱若瘦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记住 这个地方我没有说是用假音的出来 而是用一个高音弱畅的感觉 最高音弱畅呢 就是说我们的腔体 头位 要吸开 位置 而且下面的气息 我们要用气息 逐渐减弱的感觉 去唱这最后一句 你不要用很真 那就是我 破坏意境 然后用虚 那就是我 也可以这样去处理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用高音 用弱唱的方法 这也是很体验你一个 唱歌的技巧在里面 最后的这一句地方 你看你仔细听 带点哼鸣 一点点 这个地方过去 那就是我 这个地方你还横胳膜 一定要控制在那里 好的 今天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首 那就是我 这首作品 我觉得它真的是确实 难度应该算是高难度 不是终极 这绝对是一个 高难度的歌曲 这首作品呢 无论在音乐学院 考艺考的时候 考大学 还是去参加 这个声乐比赛 就任何当中一个大的场合 这首歌曲都适合 好的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教学视频 欢迎您点赞及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呢 欢迎您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精彩的内容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by bwd6